在遇到她之前 我从来不会相信 有一见钟情这样的说法 但是在遇到她之后 她让我相信了这四个字 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非常的温柔 而且她特别的爱笑 我特别喜欢爱笑的女生 而且以后的一些接触呢 发现她所有的一切 都满足我对于女朋友的一个幻想 我也向她表白过 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她没有接受我 所以我非常不甘心 我希望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再努力一把 我希望能让她感受到 我对她的那份爱 我们看到了 今天有一个小伙子 希望她的心目中的女神 可以接受她的爱 所以先让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位小伙子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宋 22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小宋 有请 来 怎么了 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今天来到这 我就是想跟她表白 我们认识了一年多的时间吧 我觉得我们就是属于那种一见钟情 不是 是你对她一见钟情 还是你们互相一见 不是 我觉得都是互相的一见钟情 那还要表白什么呀 都一见钟情了你 但是因为她觉得我们 一方面是年龄的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是她觉得现实 所以一直拒绝我 包括现在一直在排斥我 所以我今天我来到这 我想最后的再争取一下 我看了一下资料 比你大五岁 对 我们来看看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让她如此动情 来 掌声有请 小松要追求的女孩子 来 掌声有请 静静27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活动策划 来 有请静静 有请 这是你的 我感觉我们两个只是朋友 小宝说你们是互相一见钟情的呀 我觉得这中间有误会 所以我要跟她解释清楚 不是 这怎么是误会了 咱俩认识一年多的时间 难道你说咱俩发生的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误会吗 是这样的主持人 因为我是现在还在上学 柯瑜就是去外面 去接一些商业的主持之类的 他正好是活动公司一个策划 然后就一次活动上 我俩就认识了 我感觉我们当时 对彼此都有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 因为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是一次比赛的主持 时间非常长 然后也是夏天四个小时 我就一直在那儿站着 他本来可以走 但是他还是陪在我那儿 四个小时就一直 就陪我聊天 就笑嘻嘻的 你不是去主持去了吗 对 我在下台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那边陪着我 所以你觉得这姑娘对你有意思 对 这不能代表什么吧 也许就是一工作是吧 对 我认为就是我的工作 我是负责人 我应该从头到尾盯下来 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时你又给我又送水 又送毛巾的 那么多演员 你怎么没给他们送 你光给我送 对 你说清楚 因为当时其他演员都可以休息的 他是一直从头到尾要四个小时 而且他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 我应该要照顾一下他 像这个 然后呢 但我感觉你当时看我的眼神 感觉很奇妙 然后有一次 他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大型活动 面试主持人 我就去了 结果我就被淘汰了 第二天呢 他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直接 过两天直接去主持那个活动 当然我就很纳闷 我说我都已经被淘汰了 怎么又过去呢 这样呢 我觉得他当天没有发挥好 其他人可能不了解 他真实的实力 就是推荐 我就跟我 我去推荐他 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学生 在这个课业的期间 他还能去这个参加 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工作 我觉得很欣赏他 就因为这个 而且我跟他 他这一年当中合作挺多的 其实都是他给我推荐的机会 我觉得完全就是因为 欣赏他的能力 我要给我的甲方 我的负责的这个项目 一个交代 假如说咱这之前 都是工作的一个关系 如果我说下一件事情的话 你绝对不会认为 这是 只是朋友的一个关系 还有什么事吗 就是我们两个 因为我是学这个波音专业的嘛 就一天知道 早上起来要练声 然后那段时间呢 就是因为比较忙嘛 就挺累的 早上起来不想练声 我就跟他抱怨打电话 我说确实不想起 起不来 要不然早上起来 打电话教教我呗 然后他就 坚持了两个月 每天早上起来 叫我起床 当你的闹钟 对 而且他每天就特别的贴心 因为他知道我不吃早饭 他每天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让我 就必须煮 你必须吃 然后今天吃什么 然后今天就是下雨的话 你带个雨衣啊 然后什么 多穿点衣服 因为他比我小 他比我小五岁 他跟我弟弟同样的年纪 你把他当弟弟了 对 然后我觉得跟弟弟打个电话 特别是早上正好那个点 我起床 我觉得这是顺手的事 举手之劳 你给你亲弟弟天天打吗 我亲弟弟不打 对啊 那不是也是弟弟吗 亲弟弟才应该关照 因为我亲弟弟 他没有起那么早 也不会起来练声的 对啊 那你亲弟弟下雨的时候 你不打电话吗 哎呀下雨了 要小心 你不关照吗 会呀 因为我朋友都说 我比较心软 比较仗义吧 所以 举手之劳 就算朋友 我也会给他打一电话 那你每天早上 给多少个朋友打电话呢 我特好奇这件事 只要谁给我说 我早上起不来 你给我打一电话 我肯定就会给他打一电话 行 但是坚持时间也太长了 两个月每天都会打 你这就属于矫情了 我送了他很多东西 然后也给他准备了 你都送过些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 平时每次就喜欢录点东西嘛 每天都给他录一个 那种爱情的小故事什么的 然后就送给他 他也挺喜欢的 每次收到之后 就可开心就跟我说 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 可好可好了 可好可好了 然后每次他都收 他都 也没收什么 你表白过吗 表白过 你怎么表的 我们听听 那当时是在我们济南 有一个广场 全身广场 我觉得时机也都到了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也都是那种感觉 我找了我很多的朋友 我把基本上 把我所有的好朋友 都叫过去了 因为他喜欢听歌 我就跟那个歌手说 我说今天晚上你全唱他喜欢的歌 然后最后一首歌唱完 当时我捧着 就是一大束玫瑰 就是跪在他面前 我跟他表白了 然后当时很多朋友都在场 然后也有很多人都在场 你当时他答应我了 对 当时我答应了 当时在晚上之后 我给他说清楚 我说我当时答应是因为 我看你这么多朋友 有这么精心的准备 我怕你没有面子 但是这个时候 我跟他说 我可能要想一下 我们现在只是当时答应了 那你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里 我认为我们两个只适合做朋友 他认为我不接受他 是由我自己的原因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是什么 可是他跟我差年纪太大了 他五岁吗 他在上学 我在上班 马上就毕业吗 可是如果说 他爸妈怎么看我 我爸妈会同意这段感情吗 他爸妈 你妈妈会怎么看他 你问了吗 我想说主持人 我敢保证他对我一定是喜欢的 真的主持人 别别别 他就是一个 你不能那样啊 小伙子 我给你问 你喜欢他吗 我对他只是有好感 我很欣赏 欣赏 爱都是从欣赏开始的 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什么原因后来不在一起了 方便说吗 我第一段呢 是我们两个关系很好 但是后来他的亲戚朋友 觉得我们俩可能家境差的太多 谁家条件好 他家条件好 第二段 也是我们两个是没有问题的 他爸妈 觉得我们两个可能还是不合适 觉得他想找一个本地的 因为毕竟是独生子女 他父母拆散了你们 对 后来我们坚持了一年 但是后来我分开了 我觉得没有结果太煎熬了 就是你现在谈恋爱就想谈一个 一级而重 然后就能嫁的 是吧 我觉得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说我是英雄 我是超人 你什么任何题我都能跟你解决 可是这人到了婚姻的时候 他可能真的会给我扭过大腿 可能爱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好 我帮你问问啊 你爸妈不同意怎么办呀 毕竟比你大五岁呢 我爸妈挺同意的 你跟你爸妈说了 我跟他说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毕竟认识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 我所有的事情我都会跟我爸妈去说 你爸妈咋说的 我说我挺喜欢一个女生的 但是她比我大大五岁 她说没有关系 只要你喜欢就好 她喜欢 对就是我觉得她 就给我一个感觉特别的成熟 这点就特别吸引 包括我们认识这一年多吧 她也给了我很多的暗示 每周六周天我都是 约她出去玩吃个饭 看看电影什么的 她都是也是答应嘛 看电影 对 有没有拉手 我试过 她也同意过 但是一到有人的时候就分开了 姑娘这是为什么呢 就没人的时候 你可是拉了手吧 拉手的时候我会拒绝掉 只是拉一小下 我就轻松推开了 推开了吗 大多数还是推开的 那不是也有少部分没推开吗 是吧 你小伙子一定是这么想的 为什么那少部分没推开啊 那可能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她会她特别的 怎么说呢 她会吓唬人 你知道她又向你这个示爱啊 她又向你这个求爱啊 你其实很明白她心思 你干嘛还跟她看电影什么的呀 当初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是从工作开始 到最后我觉得我们是朋友了 我会跟我的朋友一起 出去唱歌 看电影 吃饭 哪怕逛街 跟她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因为她就是能给我带来的阳光 这是我缺少的 你是不是还心里还有你第二个男朋友呢 我看你说第二段的时候 就哗哗哗的 我觉得就 它就有两个人 你不一个人 就会谁带来你的 你不一个人 很好的 请你关注 一起去 我 去 那些事 我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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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不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 爱情你还是应该要相信的 我觉得关键是在于 你们成为男女朋友之后 就是你觉得姐弟恋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小伙子 他可能面对的是将来 从不成熟到成熟之后 他的心智上的一些改变 和对待事物的一些看法 和对你的一些看法 可能你们将来 如果真的能够成为男女朋友的话 我觉得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去试着尝试一下呢 就算不行 我觉得可以再分手嘛 对吧 我觉得就像您说的 我觉得我既然没有走出来 我就不要接受他 对他不公平 又到了 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在一起的 女生似乎一句话就把 我任老师给搪塞了 说您说的真不错 既然没有走出过去 我就不能接受他 但接不接受 这是已经接受了呀 问题是已经开始了呀 这个东西又不能说 我正式告诉你 我们已经开始了 种种行为 让这样的一个小伙子 二丈和尚摸不到头脑 如果你真的是流着泪 对过去有深重的缅怀 我尊重你是一个非常对感情 应该是情深义重的人 对感情是十分尊重 非常珍惜的人 你既然对过去的那种感情 你那么珍惜 那你就更应该洁身自豪 你就更应该据他远之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话是 因为不想伤害 所以假装不知道 或者说假装 让他感觉还有希望 但是事实上到了最后 你们俩是朋友也做不成 你是把别人 害得支离破碎 你不觉得 这比直接拒绝他 还要残忍吗 走不出过去和接不接受 他完全是两回事 一个真正尊重感情的人 就应该把自己更多的时间 花在走出过去 和面对工作 不应该跟自己一个 并不喜欢 或者是完全没有爱情趋向的一个男人 时时刻刻那么长时间的异性待在一起 有安全感 OK 好 其实你已经给自己描摹了那么一个对象了 只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出现 我想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 什么前男友都不在了 所以别找借口 只是因为诱惑不够 所以诚实是最重要的 我想你自己能不能 在一会儿表白的时候 非常清晰地告诉这个男生 是什么就是什么 坦诚 别遮遮掩掩 如果你的心里确实有他 只是对未来的惶恐和不安 那我的建议是 因为都年轻 可以给爱一个机会 如果心里真的没有 那你让他清楚 都别耽误时间了 好吧 人家今天要那个 你别再纠缠 听见没 来吧 一起进手黄金六十秒 我想跟你说 喜欢不等于爱情 我很欣赏你的阳光 我很谢谢你 带给我那些温暖 但是 我可能会选择伤害你 如果说我做一些事情 让你误会的话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我们认识也一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 什么性格都了解 如果你是因为年龄 跟现实的原因 拒绝我的话 我不甘心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但是这些原因 都不是问题 我希望 我们各自能够 给爱一个机会 我希望你能给我 一个机会 哪怕不合适 我也不会后悔 如果没有未来呢 至少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 回去吧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异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这两位 他们会做何选择呢 请开 未经许可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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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